大家好,今天咱们说一下这个单向的电闭器如何控制这个380V的电动机 一般擅自4000W的电动机,还是说一下更小的一个电动机 比如说咱们这个0.7000W的,就是说包括4000W,3000W,4000W,一下更小的电机 出场值都是这个星星界法 那么如果说我用这个单向的电闭器来控制这个380V电动机 咱们这个星要改成焦才可以,把这个片给它竖过来 那么咱们这个单向电闭器你输入220V,下面输出来的不是380V 它输出来的这三个星是220V 如果说你是风星的话,咱们这个电机你必须用380V的电源 如果说你还是风星,用这个三根线输出来的来给它供电,属于是千压运行 不管你转的快还慢,它都不行的 要么你电机发热,要么变密器它有保护,不能正常运行 所以说咱们给它改成焦以后,这个单向电源呢 输入咱们的变密器,下面输出三个线,就接咱们的这三个端就可以了 接下面的这三个端子,上面的三个都是一样的啊 因为改成塑胶的时候就不区分上下了啊 如果说是风星的话你就接下段 但是咱们看上面这个图啊,上面这个图呢 它就是也是0.7千瓦的嘛 它上面风星,因为咱们的供电是380V 这个变密器输出来的就是380V啊 不需要改动,直接接上就行了 但是单向变密器,你要驱动380V的电机 必须改成焦 不改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多功能的一个阶线乱子 昨天咱们发神经交接了啊 不了解的,看看前面的作品 这个视频咱们就录到这里 喜欢的咱们大家双击支持